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中的失利 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 主教练蔡斌在赛后的言论和决策受到了质疑 球迷和体育评论员纷纷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首先,中国女排输给加拿大的比赛引发了热议 这场失利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因为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是女排赛场上的强大力量 这次的失败让人开始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主教练蔡斌在比赛后的评论中 主要将责任归咎于球员的心态问题 关键分失误以及篮房不足 他似乎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 而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这种态度引发了球迷和专业评论员的不满 他们认为主教练应该更加勇敢地承担失败的责任 比赛中的一些换人决策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蔡斌不断地进行吴梦杰、王云露、丁霞和刁林宇之间的互换 以及频繁使用众会发球 这些决策是否明智 以及是否对球队的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 都引发了广泛讨论 有人认为这些决策是不稳定的 缺乏一致性可能导致球队的战术混乱 批评者还指出 中国女排输球的原因之一是关键分失利 他们认为球队的进攻手段过于单一 缺乏变化、过度依赖李莹莹的强攻 这种战术单一性使对手更容易破译中国女排的打法 并采取相应的防守策略 因此球队需要在战术上进行更多的创新和变化 以增加竞争力 另一个备受质疑的方面是主教练在关键局面的决策 有人认为他在比赛中必时就虚 没有积极应对局势 这种保守的战术决策可能使球队失去了一些宝贵的机会 无法适应比赛的变化 球迷们希望看到主教练更加果断和决断 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总的来说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中的失利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主教练蔡斌的言论和决策受到了质疑 球迷和体育评论员希望看到更多的变革和创新 中国女排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球队 但她们需要认真反思这次失利 以便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